114 香港經濟日報 增風險心建行收緊訪貸 2015年7月4日中國要問A12 本報信 深圳房價過去數月報將超越京湖 成為全國最難買樓的城市,為免造成資金需求泡沫過大 由深圳銀行主動收緊訪貸,首付不低於四成 增加購房入市的門檻抵禦風險,首付不低於四成 增購房門檻中國指數研究院入前公布百成價格指數數據 6月深圳房價按月上漲6.58%,我年上漲13.67% 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34,467元 人民幣、夏同、業內人士認為 這一波突如其來的房價報章 或會是深圳房地產投資投機需求大量湧入 同時也會引起銀行對於風險的擔憂 進而收緊訪貸 建設銀行深圳保安支行國泰部人士表示 訪貸政策從昨天開始上調 一手住房手套貸款利率執行基準1.05倍,即基準利率上浮百分之五 首付不低於四成,而二手房也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上浮百分之五 深圳房地產業內人士稱,此前房價暴漲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信貸層面趨於寬鬆 通過提高首付比例,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購房入市的門檻 也有利於深圳房地產市場的平穩發展 事實上,6月中旬以來,深圳四家國有銀行 包括中國銀行、建設銀行、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 均對首套房貸利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,而大部分股份制銀行也都收緊房貸 上調利率,目前,只有建行執行了新政策,其他銀行想無新的政策變化 在為 những新政策發展,一直推出的這件事 開通過提高 天的事 訂閱、不敢向盡、合法 有限時 按鈴웨據, movements 會流動